现场的来宾 大家好 我是侯爵 今天非常开心 能来到这个婚礼现场 我觉得 这个婚礼现场 让我觉得特别地浪漫 我也要在这儿 对今天的信任送上祝福 希望你们能白头偕老 早生归此 你们不用诈意 你们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们 我是你们朋友 五十一的朋友 今天他带我来到婚礼现场 我也是非常感谢五十一 让我觉得 结婚这件事 其实是一件 幸福又浪漫的事情 然后今天我也借着这个场合 我想说一点自己的心里话 我喜欢一个女孩 我们两个在一起 相处了很久 慢慢地我发现 我特别喜欢她 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喜欢她呢 我觉得我不能看到她 受任何委屈 我不能看到她受欺负 然后我自己 又会忍不住地 欺负欺负她 我也特别享受这种感觉 后来我发现 我可能是爱上她了 我想用这种感觉 持续下去 延续下去 想让我以后的生命中 都有这个人陪着我 今天在这个现场 也有这么多来宾 我也当着大家的面 勇敢追求自己的爱 把我的感情说出来 也让大家给我做一个见证 好吗 五十一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愿意 愿意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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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你又闹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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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步啊来得太突然了 可能刚刚五十一女士 没有听清楚 这位先生的问题 这样吧 这位先生 麻烦您再重复一遍 让我们大家都能听清楚 好不好 好 好 是 是 以前我 做很多事 讲很多话 你都觉得我 特别不靠谱 觉得我是闹着玩的 但是我今天这一席话 特别地认真 非常非常地认真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 这辈子讲话 最认真的一次了 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在你 人生中每一个闪光点 和你人生中每一个低谷 都有我的陪伴 我也希望 我以后的日子里 点点滴滴里面都是你 其实 是你让我 真正地感受到了 感情 爱情 你也交汇了我很多 我觉得遇到你 是我最大的幸运 三生有生遇上你 所以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ںkap 现在 大王 你 ladies 是什么 阶 可以嗎 謝謝 不好意思啊 我冒昧地耽誤在家幾分鐘時間 我叫李雪梅 是那位朱大鵬先生的妻子 我今天想藉著兩位新人的喜氣 跟我老公說幾句話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幫我做個證 老公 你要當爸爸了 你傻看著我幹嘛 我沒有寶寶了 朱大鵬 你給我聽好了 從現在開始 就算全世界都與你為敵 我跟寶寶都會永遠地站在你身邊 永遠 幹什麼啊 舒 Homeland 老婆 傻死啊 快點 快點 修魚 什麼呀 什麼呀 十一 你别去啊 十一 十一 你别去啊 我是五十一 今天我特别开心 看见我的好朋友结婚了 你让我看到一个女人可以同时 事业有成 爱情还可以甜蜜 祝福你 谢谢亲爱的 你一定要幸福 还有新郎 一定要对他好 不然我可饶不了你哦 放心 放心 另外 在这里 我也想祝福朱大鹏先生 和李雪梅小姐 手既然牵上了就不要放开 希望你们先收拾完一生 也祝愿你们的宝宝 能够见更快乐 谢谢你 十一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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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怎么总能赶上这个人家几个亨 我就涮谈狡话这事 我表白表一半被那个雪梅就给我查开了 她上去表顿白 不过啊 我说你这个人品啊 真的是一流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主动上台 帮前男友解围 你这个是品格高尚啊你 行行行 你别高抬我了 这是我好朋友的婚礼 干吗弄得大家那么尴尬啊 是 你就怕别人尴尬 那你是什么想法 我 什么想法 没想法 就是我让你做我女朋友的事 你怎么想的 行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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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儿 犯片了啊 已经过去了 别再提了 再翻回来吗 翻不回来 为什么 因为咱俩不可能 是因为蓝琪吗 不是 跟蓝琪没关系 那是为什么 那你拒绝我需要给我一个理由啊 不能无缘无故地拒绝我吧 公司有规定 不能跟客户谈恋爱 公司有规定 你不说我不说 不告诉公司不就好了 不告诉公司等于没发生吗 那还是违反纪律的 那要是 公司没这个规定 没有这个纪律 那你是不是就答应了 是吧 你真的跟他表白了 你真的跟他表白了 但人家没干 不再变了 不变了 你这小子 终于看一眼了 真是 他老说他们跟客户 不能发生恋爱关系 他讨不讨厌你是 那 那会不会是太突然了 没事 早晚呢 他会明白你的心意的 他可他早点 还有别人追他呢 他要是跟别人好了 那我哪有戏呢 不是 人家也不能一说就答应你啊 我跟你讲 那十一啊 跟你以前交的女朋友 都不一样 是不一样 他老跟我说 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就不是一个世界了 怎么不可能啊 可能 当然可能 对吗 你可不能放弃啊 你要是放弃了 要是怎么能不能使 看 看看他 我看